第39題 加恩使用幼圖的裝置用氫氧化鈉溶液來低定未知濃度的鹽酸溶液 以分泰為指示劑 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習慣上做低定反應的時候 低定管中放的是已知濃度的溶液 下方的錐形瓶燒杯蒸發敏放的是未知濃度的溶液 所以在這題裡面假釋放的是鹽酸 乙放的是氫氧化鈉 甲是鹽酸PH值小於7 乙是氫氧化鈉PH值大於7 所以選項A是對的 選項C 低定過程中甲杯的PH值會逐漸的減少 甲裡面本來是鹽酸不斷的滴入減氧氧化鈉之後 他會變得越來越不酸 所以PH值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選項B說甲杯的PH值會逐漸減少 是錯的 是會逐漸的增加 選項C說 低定過程中甲杯的鈉離子濃度維持不變 一開始甲裡面是鹽酸氯化氫 裡面是氫離子跟氯離子根本就沒有鈉離子 是滴入了氫氧化鈉之後才會有鈉離子 所以甲杯裡面的鈉離子濃度應該是逐漸增加 所以選項C說 甲杯的鈉離子濃度維持不變是錯的 那麼選項C 低定中的瞬間甲杯容易的顏色從紅色變為無色 我們的指示劑是放在下方的追形瓶真發明燒杯當中 就是這體的甲當中 甲本來是鹽酸 分泰呈現的是 無色 那麼等到達成低定中點的時候 會轉變成紅色 所以選項C說 追定完成的瞬間 甲杯燒杯從紅色變成無色是錯的 自從無色變成紅色 因此39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低定之前 甲的pH值小於7 你的pH值大於7 多謝阿 解釋